国际政坛人称老布什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晚上与世长辞享受94岁 同样是前总统的老布什长子小布什 通过推特对外公布噩耗 对身为20世纪美国政坛领袖的父亲离开人世 感到悲伤和不舍 和妻子巴巴拉间谍情深的她 在爱妻于今年4月17号去世后 隔天就因为血液感染而住院治疗 较后病情有所好转 翻阅历史 隶属共和党的老布什是美国第51届第41任总统 曾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且曾因为在90年代初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 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 而在国际社会奠定了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 老布什是军人出身 18岁生日当天加入美国海军 还没满19岁就成为了海军飞行员 他曾在1944年一场在太平洋里岛 小利元群岛爆发的海战中 被日军的炮火击中 庆幸获救 退伍后 老布什在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屡历雄后 当过众议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也曾到中国担任驻华联合处主任 离任后又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 一步步最后成为了白宫的主人 虽然上场军事部署 但无法妥善处理经济问题 已至在担任一届的任期后 就被民主党的克林顿击败 退位让行 不过老布什由子继承一波 长子乔治沃克布什 又称小布什是美国的第43任总统 在淡初政坛后 老布什丰富的晚宁生活 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90岁高龄生日当天 更在美国东部的缅英州 跳伞庆生 展现不输年轻人的活力 如今一代政坛领袖谢沐 也在美国历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